為各位介紹下面這樣商品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是最新款515款的宙斯光店的狂派 那最新的狂派呢 前兩天我們已經有上傳這個 熏黑的藍眼跟熏黑的紅眼部分 那我們現在來看的這個呢 目前各位所看到這個就是透明款的 那透明款的呢我們仔細來看一下 透明款的內部也是熏黑 這樣看一下應該會比較清楚 透明款的它只有外面的燈格是透明的 但內部也是做一個熏黑色的處理 然後眼睛部分也是熏黑色 然後下面的這個內裝的部分呢 之前是銀色霧銀加上金色霧金的部分 然後這一次呢全部把它改成高亮銀 在視覺上呢會有一些更加的這個凶悍的效果 然後呢在這個眼睛的部分 下面方燈上面燈眉的部分呢 全部都已經改成了這個 用這種最新的這個 CNC的加工方式製作 我們仔細看一下它的外觀 好的我們來看一下它點燈的一個狀態 安裝上去透明款的車頭是這樣子 車頭是這樣子 那我們實際來開燈看一下 亮度非常高 然後我們仔細把眼睛把它放大一下 好的我們來看一下眼睛的部分 做一個加工部分呢 已經改用燈珠的一個 纖細加工的一個展現的方式 讓這個導光呢更加亮 然後更加的均勻 然後呢上面的燈眉的部分也是 由這個類似 CNC加工加上一個類似柵欄式的 一個感覺 然後在我們左右擺動的時候呢 我們現場如果用肉眼看呢 會有一些光線流動的一個感覺 然後呢 非常的亮 我們現在呢 不只是這個一般20mm的亮度 我們現在已經增加到了60mAh的一個燈珠 那目前呢也是業界首先 唯一一家採用最高的60mm的一個亮度的狂派 所以呢即使是在目前各位可以看到 外面是一個大白天的一個狀態 這個狂派的眼睛呢也是非常非常的亮 那這個是紅眼的部分 那宙氏光電呢 它是一個全台灣第一家發明狂派的一個 發光燈組的一個廠商 所以呢 它這個在製作的一個精細度呢 當然是台灣首續一職的 在開發的一個產品一個成熟度 然後如果有念過這個加工的 我們來仔細看一下 宙氏狂派的一個商品的一個加工 非常非常的細緻 所以呢 宙氏狂派常常說 他們的一個口頭禪就是 他們生產的是一個精緻的一個商品 他們生產的不是玩具 很多人呢 你仔細把東西拉近你的眼睛看 你會發現 今天換的到底是玩具 還是今天換的是一個精品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差異在 那當然除了燈眉的亮度 跟眼睛的亮度有提升之外 那最新款的宙氏呢 在這個定位燈的部分呢 也已經這個全部改掉了 現在各位看到 這個方向燈的部分呢 也改由這個 淺顯易懂的這個 LED的方向燈燈珠的部分 一樣透過CNC加工的一個 柵欄式的呈現 然後整體的辨識度更佳 之前呢 是因為這個閃光的問題 所以當方向燈開啟了之後呢 會把白色的燈眉熄滅掉 然後凸顯一下黃色的安全性跟亮度 但是在最新的工法把它實施了以後呢 即使燈沒長亮 然後但是也不會減弱到這個 黃色方向燈的一個辨識度 所以這個是非常好的 所以基本上呢 宙氏在開發時類商品的時候呢 不只說只是讓客人的一個 而只要亮而已 而是在整體的規劃 連方向燈的一個顯現的一個這個 呃 呈現的一個安全性上一個辨識度 都有在考量進去 而不是隨隨便便的 只要亮就好這樣子 並不是只有這樣子的一個考量 那喜歡呢 朋友們可以商考看看 那最後一點就是 剛剛有說到定位燈部分 那定位燈呢 已經不會再限定品牌了 那之前呢 是有限定某一些品牌 那現在呢 只要任何一個品牌的定位燈控制器 任何一個品牌定位燈控制器 都可以來做一個安裝的動作 都可以來做一個安裝的動作 不需要再藉由其他的 呃 特殊的一個品牌 隨便一顆定位燈控制器 都可以讓三顆燈 燈眉眼睛 後面的方向燈全部亮起來 喔 那喜歡可以到目前 呃 網頁的 呃 YouTube的正下方 看到我們的 Facebook的 粉絲專頁 也可以連結到我們的拍賣 做一個詢問跟選購 謝謝各位 謝謝